国际的财经现况 来看欧美现在的经济 在美国方面 美股财报即进入高潮 这个星期科技巨头纷纷公布上一季的业绩 Q3的业绩包括谷歌母公司 微软都交出了亮眼的成绩 而美国汽车的龙头 通用汽车发布强劲的第三季营收 财报发布之后 在德州通用最大的组装厂 有5000人罢工 美国汽车罢工进入了第六周了 最新统计总损失金额超过93亿美金 深陷罢工风暴 美国通用汽车上一季财报出炉 营收大增5%又于预期 但这强劲的表现 可能让这间汽车龙头的现况更惨 周二通用位在德州阿林顿的工厂 共5000米员工放下手边工作 在雨中高举标语罢工 而这是通用最赚钱 专做最畅销全尺寸修旅车款的组装厂 通用表示 罢工让他们每个星期付出2亿美元成本 如今风波扩大 使这数字再增一倍到4亿美元 通用宣布取消发表全年猜测 汽车业罢工进入第六周 总罢工人数累积到4万6000人 光是通用就有14000多人 前一天 Selentus为在密西根州最大最赚钱 专做供养皮卡的工厂也停摆 共6800名工会成员加入罢工纠查线 汽车工会发声明表示 Selentus提出的协议内容 是目前三家车商当中最难看的 从两个星期前的福特 这两天的Selentus和通用 底特律三雄各自最主要的工厂 统统沦陷 根据CNN 在这个月稍早做的一份民调 有高达76%的美国民众 选择和车业工人 站在同一阵线 周二的美股 则沉浸在亮眼的重量级科技财报中 三大指数同步收高 包括积极投入AI的微软 在云端运算和PC业务的提振下 业绩表现优于预期 带动股价爬升超过3.5% 谷歌Mugos Alphabet 上一届营收成长11% 但被云端部门不如预期的表现拖累 股价下挫4% 同一天的欧洲市场同步收高 但投资人持观望态度 聚焦这星期在希腊登场的 欧洲央行决策会议 同时紧盯一连串企业财报 和关键经济数据 但最新公布 欧元区10月采购经理的指数 这个用来衡量行业健康度的指标 滑落到46.5% 创下三年来新低 可能使得欧元区经济步入衰退 至于让欧美各界都担忧的 则是中东冲突升温 这是一年一度在沙奥地阿拉伯举办 被称作沙漠版达沃斯论坛的 未来投资创意研讨会 全球金融大佬纷纷表达关切 沙奥地阿拉伯官员则警示 在高利率的环境下 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 已经无法将支出和投资 保持在相同的水准 TV的新闻众口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